与球式竞赛 21点10分,21点16分,写的30连胜之资晋级,下一轮对手江湿美籍华裔女将张贝文 对手陈川宇是澳籍台裔选手,他在台湾出生,也在台湾打过全国排名赛 对于台湾语球选手来说,并不陌生 陈川宇持澳洲国籍,曾在2015年大洋洲锦标赛分后 2016年曾代表澳洲参加利益奥运,目前世界排名第81,生涯最高排名是55名 今天是戴姿颖,陈川与首度交手,校戴开局跟对手都在习惯球场 尝试测试风向以及落点,校戴首度技术暂停前取的11,6领先 球后陆续击出不同球路,打得对手无法招架,首局以21.10分拿下 换边后,戴姿颖出现零星失误,一度局一,5落后 后,小戴夺半处于落后,受到对方调动,首度技术暂停前局9.11分 听从教练意见后,校戴开始翻扑,最终以21.16分收下比赛